正式宣佈 大概從7月27號起至8月9號 那全國調降為二級警戒 那整體在調降至二級 當然 基本上還是全程要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離失戀制 人流管制 在等於是在室內的空間要每人 2.25平方公尺 那室外至少1平方公尺 那在集會的活動人數的上限 室內50人 那室外我們定為100人 那如果超額的話 就要提相關的防疫的計畫 那餐飲的內容維持上一次 我們在等於是微解封的時候 的一個宣佈 在室內他還是要維持有隔板 然後社交的距離 那當然不能夠換桌足桌來禁酒 這些都在禁止之內 那婚宴跟公祭可以開放 那公祭遵守內政部相關的防疫的規定的 處理 那原則還是以51百 這樣做一個規範 當然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那就根據內政部還有相關的場域裡面的 一個規定來辦理 那婚宴 我們是每一個隔間室內 50人 室外100人為上限 那遵守餐飲 餐飲指飲 不得足桌禁酒 所以也要拜託就是我們習慣的 有這種新郎 新娘陪著家屬 足桌禁酒 那我們建議統一 就在座位上 或者在台上 統一的來禁酒 那在 另外在符合主管單位防疫管理的 有很多相關的要開放的 那我們都有詳列出來 那重要的是人需關閉的場所 最主要還是休閒娛樂的場所 我們還是維持關閉 所以是歌廳 舞廳 夜總會 俱樂部 酒家 酒吧 酒店 酒廊 錄影節目在播放場所 NTV KTV 理容院 遊艺場所 電子遊戲場 休閒 資訊休閒場所 休閒麻將館 桌遊館 及桌遊場 及其他類似的場所 那另外在教育學習的場域 社區大學現在開放受理秋季班的報名 那實體課程不開放 樂齡研究中心 K書中心 游泳池 等類似的場所 那現在維持不開放 那升級的時候在這一邊的話是上 7月13號到7月26號的 我們約列做了一些比較 在 在那個時候 那現在我們規定一切是5人 10人 那現在是50人 100人 那在戶外 那在那時候是有條件的鬆綁 那不過現在我們就鬆綁的地方比較多 那維持 可以開放的地方就來開放 那我們在沒有辦法開全程 佩戴口罩的學域活動 原則不開放 那既然就有原則 就有一些例外 等一下我會說明 那漁港 漁船都開放 那當然還是要 維持他戴口罩 維持一定的距離 那室內的場館 會開放觀眾入場 也會開放會議 那開放室內外運動的場館 包括保齡球館 撞球場 這我們開放 那教育大家最關心的 那幼兒園 拖嬰中心 課照 補習班可以開放 當然有一定相關的指引要依選 高中以下的運動團隊可返校訓練 超商賣場區域 內用區開放 那婚姻開放剛才講過 民俗宗教 遭境 靜香不開放 普渡 公祭可開放 那旅行業者 以前是9人以下的旅行 現在是50人以下 但不是說全部50人都擠在一起 但根據他車子的大小 等等的安排 還是要維持戴口罩 那維持社交的距離在才可以